水浒传中 武大郎仅仅靠卖吹饼这项营生 就能够租得起县衙附近黄金地段的二层小楼 养得起一名全职太太 甚至还余有闲钱能给武松说一门亲事 现在看来 武大郎在宋朝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安逸了 值得一提的是 以武大郎的财力 虽然可以租得起二层小楼 但如果让他买下来 却绝对是买不起的 因为据史书记载 北宋时尺地寸土与金铜甲 非熏妻世家居无西地 就连大文豪苏氏都曾感慨到 我老未有宅 诸子以为言 虽说《水浒传》是明朝人写的小说 但其中不少内容却也十分符合宋朝的实际情况 比如说房子问题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维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宋朝房子的故事 下令免房租 逼敌军退兵 大家都知道 宋朝当年时常饱受外族欺凌 宋朝的军队 堪称历史上最弱的军队之一 但是宋朝的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 这可能就是众文轻武的好处 不然宋朝哪来那么多钱去给外族和谈 经济高度发达的结果是什么 百姓风一族时就开始生孩子 宋朝的人口特别的多 大家都清楚 人多就代表着地少 那么地少的结果就是房价高 你要知道 宋朝可是没有能力建造摩天大楼的本领 大家只能住平房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宋朝的房价有多高 好多历史上的名人 一生都没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例如苏氏先生 一生都是租房住的 多么现代化 我们现在好多人都不愿意一生租房住 贷款也要买房 这让宋朝那些租房住一辈子的人情何以堪 补充一个相关历史 对于当初南宋朝廷不给岳家军提供军费 所有岳家军的军费均由岳飞本人承担 而岳飞军费的来源就是房租 可以想象房租有多贵 公元1126年 金兵再次撕毁和平条约 向南入侵宋朝 结果可想而知 我们的宋朝兵败如山倒 金兵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袭击了开封的城门 包围了北宋的首都 这个速度之快 根本就没有给皇帝大臣反应的机会 结果大家就变成龙中之鸟了 除了通常的紧急措施 比如加强城市防御 加固城墙 清理田地 招募当地的秩序维护者等 皇上赶快召集大臣们商量解决之策 不能让大家干等着亡国吧 于是大臣们纷纷出谋划策 皇帝一听 大家说的都是一些老办法 虽然能够撑过一段时间 但是最终可能解决不了目前的困境 可是突然有一个大臣提出了一条 从没有听过的办法 免除都城内百姓的房租 免房租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读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很困惑 房租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免除房租和打败军人有什么关系 主要原因是 怕城内的老百姓受不了被困之难 主动开城营敌 要知道 在古代攻打一个城池是很困难的 如果不是为了速战速决 基本上打一个月都有可能 目的就是 让城里的人得不到攻击 主动投降 或者无力再战 根据历史记载 北宋的首都开封 有100多万人口 当时被称为超级大都市 在宋朝 有多达46个城市 人口超过10万 但是城市这么大 古老的技术有限 不能建造高层住宅 这种住宅会变得更加昂贵 结果租房成为宋代的常态 甚至宋代官员也会建造公共租房 来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 顺便说一句 岳飞北伐的工资 也是通过岳飞的出租屋证来的 除了出租房屋中赚取丰厚的经济收入 租金甚至会成为宋朝抵御外敌的利器 我们都知道 兵法层云 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下工程 足见工程的难度之大 古代类似都城这样的大城市 往往不是被敌军直接攻下的 而是内部开城导致 比如明朝时的南京城 北京城 都是内部开城投降 导致城池失陷 所以 为了防止百姓受不了 主动开城 还不如把老百姓绑到自己的车上 让百姓为自己拼命 钱薄动人心 免除房租的钱 足以让一个普通百姓为之动容 宋亲宗采纳了这条建议 正式下令 得金人过河之报 律戏民不易 故 纷纷上城驻战 金兵很长时间无法进攻 所以他们退出了包围圈 离开了 本来这个故事 打这里就该结束了 可惜呀 宋朝实在是太作死了 宋朝朝廷 没能抓住这一线生机 反而在金兵撤围时发生内讧 主战派将领 李刚 被投降派 以专主战役 丧失废财为由 罢免出京 另一位名将 众师道也被解除了兵权 最终的结果是 把能够上战场打仗的人 都给撤掉了 金兵听闻北宋内斗 再次兵分两路攻打开封 这个时候 开封城外虽然失守 但内城依然牢牢在 宋军控制之中 皇帝亲自去求和 金人假装议和 都城最后被攻占了 开封失守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靖康之变 曾经辉煌的宋朝 都说 猎商 李州 暴秦 强悍 雄随 盛唐 赋宋 满园 刚明 奴卿 那么宋朝有多富裕呢 宋朝的工商业非常发达 其GDP水平 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 占当时世界的60% 任何一个王朝都有自己巅峰和衰亡的时刻 作为中国古代 经济 文化最发达的宋朝 其军事力量却非常之弱 其疆域也非常之小 不过 北宋也有一段时间强盛过 这段时间 就是宋神宗在位期间 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改革下 北宋一度改变了 积贫积弱的局面 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得到了上升 宋朝 经济文化科技发达 人口众多 并且开创了很多先河 并延续至今 经济上 北宋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胶子 公元十世纪末叶 成都出现了所谓胶子铺 发行纸币胶子 代替铁钱流通 开创了丰富的城市生活 并延续至今 打破了访 室和昼夜的界限 商店可以随处开设 并且有了夜市和小市 相当于今天的便利店 夜宵 大排档 城里还出现了瓦斯 里面有勾篮 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 剧院 茶厅 酒楼 北宋最早 有了所谓的七天黄金周假期 七天长假有五个 分别是 元日 元宵节 寒时节 天庆节 冬至 换言之 相当于可以过五个黄金周 科技上 北宋的毕生 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大大提升了印刷的效率和效果 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大踏步前进 审阔创制的十二气力 是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力 相当于现在的功力 同时 沈阔还是个数学家 第一个用弦 使 求出了弧长的近似值 宋朝的天文学家 苏宋 创建了大型天文仪器 水运一项台 又可以用来观测天象 又可以记录时间 相当于现在的太空望远镜和时钟 指南针由前期的思南最终演变到宋朝的指南针 这可是四大发明之一 广泛用于航海 同时 北宋的造船业也是领先世界的 南宋时 有了最早的管状火器 也就是现代武器的雏形 农业上 第一次从越南引进了战城道 并推广到江淮和北方 文化上 明家辈出 词的流行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整个北宋的文化繁荣 可谓与唐并驾齐驱 人权上 宋朝是封建时代最自由的 人们可以自由结社 集会和流动 只要不扰乱公共秩序即可 宋朝有太多的第一开创了湘河 并深刻影响了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不得不说 宋朝是封建社会时期的巅峰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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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